《鱼雷》作品 鱼雷作品 鱼雷作品 缘 繁花绿水 雨飘落 无欢迎 我是鱼雷 我们继续来学习《棱严经》 先看原文 尔时世尊 开示阿难及诸大众 欲令心入 无声法忍 于狮子作 磨阿难顶而告之言 如来常说 诸法所生 为心所献 一切因果世界 微臣因心成体 阿难 若诸世界一切所有 其中乃至草叶履结 结其根源 鲜有体性 纵令虚空 亦有名貌 何况清静妙静 明心性 一切心 而自无体 若如直令分别绝观 所了之性 必为心者 此心 即应离诸一切 色相畏处 诸臣事业 别有权性 辱辱金者 承听我法 此则因生 而有分别 纵灭一切 见闻觉知 内守悠闲 尤为法尘 分别影视 我非赤辱 之为非心 但辱于心 微细揣摩 若离前尘 有分别性 即真辱心 若分别性 离尘无体 思则前尘 分别影视 尘非常住 若便灭时 此心则同 龟毛兔角 则如法身 同于断灭 其谁修正 无声法忍 时时阿难 与诸大众 漠然自施 佛告阿难 世间一切诸修学人 现前虽成 九次地定 不得漏尽 成阿罗汉 皆由指此生死妄想 勿为真实 事故如今 虽得多闻 不成圣果 阿难闻已 重复卑类 无体投地 常跪合掌 而白佛言 自我从佛发心 出家 是佛威神 常自思维 无劳我修 将未如来 惠我三妹 不知身心 本不相待 失我本心 虽身出家 心不入道 譬如穷子 舍负逃逝 今日乃之 虽有多闻 若不修行 与不闻等 如人说时 终不能保 世尊 我等今者 二丈所禅 良由不知 记长心性 唯愿如来 哀敏穷路 发妙铭心 开我道眼 这一段比较长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释迦牟尼佛听到了 阿难的哀求 看到了阿难和大众的反应 佛陀非常慈悲 希望尽可能地 启发大众 以便让大家 领略到 无声乏人 佛陀希望他们能够真正领悟到佛性 这个自性 它是本来没有生灭的 本来坚固不动的 同时又能圆明了了的真谛 佛陀在法座上 再次伸手抚摸阿难的头顶 佛说 一切佛常常这样讲 一切事物 一切所谓的法 全部都是自心的显现 一切因果所能包含者 一切世界宏观的天体 和微观的微臣 全部都是因为自心而存在 佛陀的这一番话 从根本上点破了心物之间的关系 物体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心能够去认知它 所以说一切唯心 所以才说万法唯心造 如果没有心去认知物体 这个物 就连名字都不可能出现了 这才是真正的心物关系 你不要想偏了 不要认为唯心就是随心所欲 想什么就出现什么 那不是这样的 佛陀这样讲 是不是否定了最究竟最了异的呢 那倒也不是 佛陀在这部冷眼经里 他处处谈到的 都是比究竟差了那么一点点的正理 如果能够白扯干头进一步 连心物这一对矛盾对立统一体 都打破了 那就是究竟 佛陀接下来往下说 他说阿难 你看周围的世界 琳琅满目 无奇不有 就连一草一木 都有他们自己的体性 就连虚空 我们也给起了个名字 也都有一个大家认可的 虚空所指 更何况我们自己 那清静圆明 彻底的心性 怎么会没有自己的体性呢 阿难 就好像你刚才坚持所说的 能够分别 辨别和认知的 就是你的心 那么这个心 应当是超越了一切的 被心所观察的 色生相畏处罚等对境的 也就是说 心应当超越了 一切六尘界而存在 就好像你现在 能够听到我讲课 还是因为你的心 对于声音这个外尘 对于被观察者 所产生的分别 就算你熄灭了 外面所有的见闻觉知 对外面的任何所见所闻 都能够无动于衷 坚守着内在的一片 宁静和悠闲 那仍然没有逃脱 法尘界的阴影 佛陀接下去说 我刚才并不是真的 要呵斥你 对心的错误认知 而是希望你能够 再深入一些 再细致一些的揣摩揣摩 到底在心的认知过程中 哪些可以因为属于因果 属于因缘所生 而能够被摒弃的 如果你能够发现 把所有的根臣境界 全部都舍弃后 还有一个能够产生认知功能的 那个就是你真正的自信了 凡是那些能够被因缘 因果规律所含射者 全部都没有自己的体性 全部都属于前臣分别的阴影而已 并不能被称作是自己的自信 因为所有的根臣 全部都不能长久存在 终究都会有一个坏灭消失的时候 如果说阿难 你的心是建立在根臣基础上的话 那到这个时候 这个心就成为乌龟的毛 兔子的脚 好像能说出来 好像是存在的 但其实却根本没有存在过 那这个时候你的心 你的究竟法身 不是成了断灭者了吗 那到底谁在领悟无声法人 到底是谁能够得到 究竟不生不灭的智慧呢 阿难 你来看世间所有的修行人 不怎么样的咱们不提了 就算是那些好像已经能够任意 出入九种不同层次定的那些人 为什么他们还是不能断尽一切烦恼呢 还是不能挣到阿罗汉果位呢 根本原因 就是他们不知道 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道理 仍然把生生死死 轮回流转的幻象 执着成为真实 陷入其中不能自拔 所以不能挣果 阿难 你自己也是这样 即便你跟在我身边 听过我讲给不同人的 各种各样法门 也是因为同样的职望为真 而不能挣得挣果 阿难听到佛讲的这些话 扑通一声 又跪倒在佛的跟前 五体投地 诚心礼拜 泪流不已 他合掌当凶 跪着对佛讲 他说佛呀 我自从跟您出家了以后 一直妄想着佛陀 具有无人能比的大威神力 所以就妄想着 根本就不用我自己修行 只要佛愿意 就可以一下子 赐给我真正的三昧定力 让我毫不辛苦地 脱离苦海 得到解脱 但是我没有认识到 原来身心不能互相意味 自他也不能互相交换 我并没有明白自己真心所在 导致我虽然现出一个出家人的样子 但内心还是平庸的凡夫一个 根本没有进入真正的修行道路 就好像儿子并不具备自立能力 而脱离开富裕的父亲家庭一样 自顾都不暇 更不要说教化众生了 今天在佛陀的慈悲开导下 我才真正的明白 学佛出家 不管你听了多少佛法 如果你没有仔细地修行过其中的法义 那跟没有听过佛法是一样的 就好像话柄不能充饥 说实不能保护是一样的道理 佛陀 我阿难之所以还被这两种障碍所纠缠 我已经知道了 根本原因是因为我不明白自己的真正的恒常寂静 安乐明了的心性 我还没明白 请佛陀大发慈悲 给我开示我自己那玄妙清静的自心 让我具足清静的法眼吧 这里呢 阿难提到了二种障碍 这二种障碍有两种说法 一种呢 是烦恼障和所知障 烦恼障又叫祸障 就是贪欲 称恨和愚痴这些烦恼 使我们众生流转于三界轮回 所以障碍众生正得涅槃 叫烦恼障 所知障呢 叫智障 众生都有无名邪见 这个无名邪见 可以覆盖智慧 让人不聪立 所以呢 障碍众生正得菩提 这叫所知障 第二种障碍的说法呢 是誓障和礼障两种 这贪嗔痴这烦恼 使众生生死相续 生生不惜障碍大涅槃 所以叫誓障 不正确的无名邪见 能够障碍正确的正知正见 障碍菩提 所以叫礼障 一般所说的二障 往往指的是烦恼障和所知障 坦白说 如果能够断除这二种障碍 那就明白了自己的真心 就获得了大智慧 就获得了菩提 也就进入了大涅槃 可是我们是不是发现了 从事件一开始 一直到现在 在很短的时间里 佛陀三番五次地表明究竟见底 每次都被阿难打岔了 每一次在最重要的开始的时候 只要阿难继续深入 当下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认知 可实际上 阿难每次都把注意力 集中到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上 他嘴里虽然说 已经认识到 依靠佛来赐予自己成就的想法是不对的 可仍然痛哭流涕的 让佛继续给自己开示新地法门 那么阿难一直请佛开示新地法门 佛前面讲的这些话 难道不都是在讲新地法门吗 这个阿难究竟是自己的悟性非常差 还是他只是请求佛陀给我们这些后默示的学人 一个开示的机会呢 我也不知道 你说呢 我是玉雷 下集再会 鱼雷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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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生此句话 回梦转转红尘 这愿与你纠缠 愿君愿与你红尘 愿君愿丧愿 如水 似梦一云 一成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